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开国皇帝 大多都是从战乱中走出来的英雄人物 也只有经历了前朝残忍的压迫 看过了旧朝代是如何走向的没落 才有了他们的历经图治 所以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是最盛名的 但既然是一国之君 既然是从战乱中走出来的人物 那么他的身上一定带有残忍冷酷的一面 因为在受尽苦难之后 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果断 才能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不会手软的 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君主 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曾遭受过严重打击 自己险些因饥饿而丧命于战场 幸亏一位婆婆给了她一碗豆腐汤续命 当她成为皇帝后 四处打听婆婆的下落 希望能再吃到当年的美味豆腐汤 可当朱元璋吃完老婆婆的豆腐汤后 虽然当时连连称赞 但离开后却下令灭了婆婆 这究竟是为何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危急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朱元璋的故事 皇帝家的豆腐园 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有一个豆腐店 朱元璋和豆腐可以说是有着很深的缘分 传闻朱元璋还给豆腐起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名字 汤立的豆腐叫白玉 据说有一次行军打仗 朱元璋体力不支晕倒了 当时有一个老婆婆路过 看到晕倒的朱元璋 好心的老婆婆也没有余粮 就把臭豆腐和烂白菜混在一起煮汤 给朱元璋吃 鸡肠碌碌的朱元璋喝了这碗汤 渐渐恢复了体力 活了过来 只是因为军情紧急 朱元璋无法报答老婆婆 就急匆匆上路了 可是这碗汤的味道 在朱元璋心里成了最深的念想 对在他命悬一线时的救命稻草 一直念念不忘 哪怕在登基称帝后 也无法忘怀 当了皇帝的朱元璋 吃多了宫里的真修佳肴 时常想念那道浑迁梦影的豆腐汤 可是纵然皇宫的御厨 试过无数种煮法和搭配 都煮不出他记忆里的味道 殊不知 当年那位老奶奶所用的食材 哪能和如今朱元璋食用的食材相提并论 无非就是烂菜叶和臭豆腐 这样的用料 哪能进到皇帝的御膳房里 越是吃不到就越是想念 无奈之下 朱元璋只能外出寻找 皇天不负有心人 还真被朱元璋找到了 在一间非常朴素的店面里 朱元璋遇到了当年救他一命的老婆婆 老婆婆的小店门口 就挂着豆腐汤三个字 其实在朱元璋一进店的时候 老婆婆就认出了 这个就是当年他所救治人 进店不一会儿 老婆婆就迫不及待地 给朱元璋端来了一碗热乎乎的豆腐汤 散发着一股特殊味道的豆腐汤 朱元璋才尝了一口 大喜 拍手称绝 这就是他一直要找的味道 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赶紧问老婆婆 你是怎么做出这个豆腐汤的 老婆婆得意地笑了 他告诉朱元璋 要做出这道汤 食材很重要 一定要用腐烂的菜叶和馊豆腐 他还和朱元璋确认 是否还记得他 他就是当年救了朱元璋一命的 那个老婆婆 接着 老婆婆还当着朱元璋随从的面 事无巨细地 把当年朱元璋是如何狼狈地昏倒 落魄的样子 以及如何救了命悬一线的朱元璋的过程 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朱元璋一边听 一边 他的脸色渐渐地沉了下来 老婆婆还不知道 在他眉飞色舞地诉说过去那段经历的时候 一场灭顶之灾即将要来了 朱元璋不动声色地喝完豆腐汤 也没有和老婆婆打招呼 就缓缓走出小店 在锦衣卫旁边耳语了几句 接着 就看到锦衣卫迅速回头进了老婆婆的店 迅速地结束了老婆婆的生命 老婆婆万万没想到 一碗救了大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豆腐汤 数年前搭救的一个人 没有对他感恩戴德 反而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或许他到最后还不知道 自己究竟是为何丧命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生性多疑 如今贵为一国之君 怎能容忍自己最不堪的过去 被一个老婆婆惦记着 还当着他朝臣的面 把他黑暗的精力暴露出来 挑战他的皇权 如果老婆婆在朱元璋进店的时候 假装不认识 而是和招呼平时的客人一样 只是一碗家常豆腐汤 兴许他的命运也将改写 奈何人生没有如果 朱元璋的出生 朱元璋名叫朱崇八 他的父亲姓朱名五四 他的爷爷姓朱名初一 曾祖父姓朱名四九 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 并不是因为朱家祖辈是专业数学的 而是当时的元朝末年 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名字的 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 或者由出生年月来命名 朱元璋从小就是一个放牛娃 元朝末年百姓苦不堪言 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梦想 朱元璋也不例外 朱元璋全家上下都以务农为生 虽然生活比较贫困 但还算是其漏融融 一家老小还能够靠着点土地 维持基本的生活 但随着元末蒙古统治者 加大对汉族人民的剥削后 朱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艰难起来 特别是治政三年的时候 朱元璋的家乡发生了旱灾 庄稼颗粒无收 全家人没有了维持生计的来源 一下子就陷入了绝境之中 更不凑巧的是 次年又发生了瘟疫和蝗灾 彻底地让朱家人走向了绝路 在朱崇八十七岁的时候 父亲 哥哥 侄儿相继离世 后来连他母亲也丧命了 只剩下他与二哥相依为命 看着亲人一个个离世 自己却无能为力 何等绝望 为了能够活下去 朱元璋来到了黄爵寺出家为僧 他在寺庙里谨小慎微地做着每一件事 生怕有朝一日连和尚都没得做 不过 这一天还是到来了 偏偏造化弄人 由于连年的灾荒 寺庙也没有了施舍 寺庙里的所有和尚都要出去化缘 就是要饭 朱元璋也只好到处云游化缘 以保证自己不必被因饥荒而丧命 朱崇八被派去化缘的地方是出过二十四名将的淮西 还有一河南 此时各地都在闹饥荒 这两个地方更是重中之重 哪里还有讨饭的机会 然而命运之神终于微笑地向他招手了 朱元璋一边化缘 一边进行云游修行 一晃三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 朱元璋在这三年里看到了元朝的没落走向 也接触到了各种农民起义的先进思潮 不久他便加入到了起义的部队中 一起向灰暗的元朝统治者发起了反抗 朱崇八和别的乞丐最大的区别就是 他善于思考和总结 在他讨饭的时候 开始研究起怀惜所在地的风土人情 地理位置 从中还认识了很多民间 跟他志同道合的英雄豪杰 长期的困难生活 磨练了朱崇八坚强的内心与意志 朱崇八年幼时期的好朋友汤和 写信叫他一起参加起义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很小的事件 阴差阳错的让朱元璋走上了一条 所谓起义谋反的道路 汤和成为朱元璋的第一个战友 也是唯一一个陪他走完这条路的人 这一年朱元璋25岁 朱崇八入伍后 很快就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 大事要事都要跟他商量 为了表示对朱崇八的器重 郭子兴还把自己的养女嫁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的老婆 也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大脚马皇后 朱元璋开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靠自己组建了军队 在他老丈人去世后 打败了自己的小舅子 也就是郭子兴的儿子 拿到了这支军队的主权 之后一路凯旋高歌 大败陈有亮 消灭张世成 终于在1368年的时候 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大明朝 朱元璋绝对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典范 草根逆袭 改变了中国历史 创建了自己的帝国 在他称帝的童年 把顺元帝逐出京城 结束了蒙古帝国 在中国大帝上百年的通知 朱元璋的经历 造就了他铁石心肠的性格 治国残暴 登基之后 除了少数功臣 剩下和他并肩作战的开国功臣 都被他消灭光了 但是胡维庸一案 被消灭的人就有几万人 触目惊心 甚至到了朱元璋的晚年 依旧不改粗暴的本性 血案连连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